1號戒備訊號,現證生效 在正52時,強颱風小犬集結在香港以東約650公里 如遼向西移動時速約10公里,橫過台灣海峽 今早小犬受台灣地形影響,強度有所減弱 按照現時預測路徑,小犬會在今日與香港保持約500公里或以上的距離 本港今日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,1號戒備訊號會在今日維持 受東北季後風和小犬共同影響,本港高地間中吹強風 預料小犬隨後移向廣東東部沿岸海域 受季後風較乾及較糧的空氣影響,小犬會逐漸減弱 小犬可能會在周末期間靠近珠江口一帶,但預計戒時其強度較低 會反發出更高熱帶氣旋警告訊號,則視乎小犬減弱速度和與珠江口的距離 本港周末期間會有趙雨,雨勢有時頗大,吹偏北強風,離岸和高地風力尤其大,天氣較涼 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天氣消息了 今天香港會受到小犬外圍下沉氣流影響,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會是 大致天情,下午酷熱和乾燥,今晚部分時間多雲,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,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 海面會有湧浪,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了 展望未來數日風勢較大,周末和下星期一有趙雨,雨勢有時頗大,天氣較涼,下午中期漸轉明朗